欢迎回哥 晚上七点有一个慈善晚会 晚会时长两个小时 明天上午八点 是公司内部的艺人推荐会 大概推荐的艺人共有三十名 所需时长一小时三十分钟 紧接着上午十点钟会有 阿关 把后面车说一点 好的 继续 下午可能需要麻烦总裁 去一下我们公司 新投入出品的电影 是开机第一天 要为宣传做一下准备 晚上 晚上排掉 好的总裁 不如私事 还是国内好 今天总裁看起来心情不错 是吗 可能是因为 真的有什么值得让我开心的事情吧 天哪 你这 还是 你这 你这 顾十一 有人来找你 谁啊 是个女生 还很漂亮 要是交往的话 别被社长发现了 说我不在 什么 已经说你在了 走 你怎么来了 因为想你所以就过来了 我先走了 别走 还要一起训练 有话就说 我要进去了 过去的这一年 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很大一个电灯泡 我先进去了 怎么过是你的事情 你之前不是已经选择了吗 所以都结束了 我还没有结束 我后悔了 那我们可以重新再开始吗 你们一个个的都干吗呢 在公司楼下拍连续剧啊 社长 社长 我可不可以在你们公司示茧啊 想来示茧啊 唱歌 演戏 还是其他什么 你应该已经有经纪公司了吧 那个 稀里糊涂就签了 不管你想到我这儿来做什么啊 但是我希望 你在你原来的地方好好做 是 好了 我们上去吧 不是说已经分手了吗 我让你现在不要谈恋爱 就是不希望你把精力浪费在其他的地方 好好练习 知道公司在你们身上投了多少钱吗 知道了 他 你就能否知 跃倒 我 你 是 更适合丹飞 嗯 她的声音表现确实不错 但是快歌 还需要稍微练习一下 这么好的形象 真适合丹飞 让诗一送你回去吧 如果以后 因为我们的原因 交通不方便的话 就打扰诗一吧 谢谢你了 我可没答应 雪姬我先走了 诗一 你送雪姬回去啊 如果要去我家的话 给我打电话 好 回头见 雪姬 那个事故是我造成的 我不想连累我朋友 因为现在是江淮为我还债 我觉得很对不起 算你幸运啊 还好当时江淮在你身边 你是对我有多不满 我告诉你吧 我们有缘在梦里见过 但我没有说这是好的缘分 你疯了吗 你有什么证据 我没有证据啊 证据应该是由你来想 我们有没有缘分 如果你没有梦到我 我就当作你不是那个人 谁能证明 你可以 这对我很重要 好了 走了 这就是你接近江淮的目的 为了跟我说梦境这种东西 我没想到你了 我怎么了 你不敢说梦境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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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说梦境这种东西 我没想到我 我能想到梦境这种东西 好久不见 这次回来 你还好吗 嗯 还好 有什么特别异常的吗 应该有什么异常的吗 我回国之后 可是第一时间被跟踪啊 所以你觉得是秦司跟踪你 不让你以为是谁 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仇家 难不成 他是你在找的那个人 现在我还不太清楚 你住哪儿啊 可以住 不可以 开玩笑了 早点休息 希望你今晚梦见的那个人 会是我 晚安 我 有什么事 你会说 我 这是什么事 我 你会说 你会说 我 你会说 如果你没有梦到我 我就当做你不是那个人 这个是童馨出道的 之前演戏还拿过大奖 后来不演了 近期又开始活跃了 下一个 这个人是选秀出道的 唱歌跳舞都不错 尤其是高音部分的表现 在网络上的人气票选排行 也是非常靠前的 下一个 这个是未出道的公司的新人 已经签了公司了 他是目前所有新人中 我们比较看好的 唱歌跳舞架子鼓都很好 外形也好 好好培养的话 哄起来的几率也是非常大的 下一个 等等 你刚才说他叫什么名字 顾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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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疯子 昨晚一直在说梦境什么的 他精神不正常 我跟你说你离他远一点 他很危险 那么二十万怎么办 是一吗 是一吗 还有他就在我旁边 什么 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啊 他之前不是说在他找到房子之前 要先住在我这里吗 他说如果你有意见的话 拿出二十万再说吧 喂 喂 不过 你真的跟他说过有关于梦境之类的话吗 嗯 虽然我没有什么权利可以说 但是你真的相信这些吗 真的呀 我又没有骗你 我只有真实案例的 你看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呢 说的是一个孩子有关于梦境的记忆 这个说的是亚洲其他国家 有一个人通过梦境找到了自己的家人 这两件都是真实的案例呀 哦 所以 你的记忆里 你记忆里的人 是十一吗 夫人 齐先生来看望您了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你 你 你 还是那么漂亮 所以你是说 你记忆里的人 是十一吗 对呀 那在你的记忆里 十一和你是什么关系啊 嗯 不知道 希望这个 可以由十一自己想起来 嗯 不过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搬过来了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呀 我本来就没什么行李 所以就直接切个二的啦 我现在要出门打工了 这个是备份钥匙 如果你要出门的话 记得锁门哦 哎 饭呢 饭 那个我现在要出门打工了 嗯 那看来只能我自己出去买点吃的喽 如果你饿的话 房间有泡面 你今天有什么事吗 嗯 我今天打算要到处去看看房子 哦 对了 我要去跟兰博经营的车主打声招呼 嗯 那就辛苦雪姬大人了 拜拜 拜拜 听说你要出去旅游 嗯 为什么不接受治疗 接不接受治疗 结果都是一样的 化疗的副作用很大 头发会掉光 牙齿会松动 我可不想那么丑陋地活着 我只希望你能活下来 会的 我会想办法活下去的 我会等你 我会等你 我会等你回来 就像我从前承诺的一样 我会等你 你下次可不可以做点别的什么菜呀 我每天吃这个泡面都吃腻了 是你说要吃泡面的呀 可是你每天在打工的地方 可以吃好多好吃的呀 那也不是我的错 你房子找到了吗 啊 房子呀 我已经找好了 一个月以后咱们就可以住进去了 什么 但是我们这一个星期之后就要空出来了 那中间的三个星期怎么办呀 我们现在要找马上可以住进去的地方 那你跟我一起住酒店呗 那行李怎么办呀 找个地方寄存呀 那也是需要花钱的呀 你回国打算做什么 读书 工作 反正我有计划 以后慢慢再告诉你吧 可你看起来好像根本没有啊 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准备行李的事 有的是时间 有的是时间 别太着急啊 您真乐观 真好 哦 对了 你看到手机微信来电了吗 我刚刚看好像有 哦 看了 哦 看了 那个人的名字 那个人的名字 真的叫春山吗 好奇怪的名字啊 他是叫春山 是我以前的一个朋友 嗯 对了 你知道十一住哪儿吗 好像跟他的团员一起住 嗯 马上出道了 所以他现在很认真地在练习 嗯 他已经很顺利了 才刚刚进去不到八个月 已经马上就要出道了 那你觉得他能成功吗 嗯 这个我不清楚 但是他运气一直很好 就算不会大红 应该也不差 那我可得让他在大红之前 赶快想起我才行 对吧 原来你是为了说这个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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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十一 什么情况 学姬说她的房子 一二十天之后才能入住 所以只能住到你这儿了 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因为实在是没有地方可以住了 如果那二十万还在的话 我们也不用住在这儿了 嗯 进来 多谢 哇 十一啊 你的房间也太干净了吧 哇 十一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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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嗯 嗯 嗯 我说下来 嗯 好想一天花一晚睡酒店的大床啊 你俩睡我的房间 我睡沙发上去 嗯 东西别乱碰 嗯 你们来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雪姬说有地方住 我怎么知道要住在你这儿啊 我跟你说她的对嘛 你们还剥吧 也对嘴了 三十五 你只要一门 打算 疯疯癫癫的 你知道我最烦这种人 可是 雪姬她应该是福家小姐 就算搞砸了也没有关系吧 就希望这二十天快点过去 我肚子饿了 想出去吃点东西 你们一起忙 可是两个小时前刚吃过啊 我又饿了 我说怎么不跟我们去打球呢 原来家里有客人啊